住在這裡好開心喔 每天有很多活動在做 剛剛還有一個95歲的胡一個92歲 我覺得他們這邊真的是養生村 所以他們用的這個食鹽 他們的鹽巴並不會用的太多 難怪住在這邊 一百多歲的一大堆 八十幾在這邊算是阿妹阿弟阿 卡妹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在印象當中 我們都會講說日本 他們對於這種養生村 年紀大了 大家住在一起的那種養生村 我們大家都會覺得說好羨慕喔 對吧 因為他們都好像感覺 設備又很好 管理又很好 最重要的就是裡面又有醫護人員 所以老人家住的就很安心 我們今天有人在淡水的潤浮養生村 那這是一個地上有二十樓 地下兩樓的一個很大型的建築物 所以它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我們就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淡水潤浮養生村於1996年正式營運 全館共有三百間房間 主要提供年滿五十歲以上的長輩入住 在這裡享受安全安心舒適愉快 有尊嚴的老年生活 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們這個一進來 你看這個大廳 是不是很明亮很舒服 其實它就像飯店一樣啊 真的 你這樣一講真的確實是耶對不對 然後你看它右手邊呢 這個大廳呢 就是他們的那個 接待櫃台 對服務台 所以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到那個地方 然後很有趣的就是 這邊進來 小飯店 對啊小飯店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賣什麼東西 超好奇的 零嘴 看到沒有 銅鑼燒 冰棒 我告訴各位 你如果以後來這邊住 一定要買這個嗎 對 強推是不是 這個真的強推 真的好吃 如果說想要自己吃水餃啊 這邊也都有啊 小湯圓啊 炒飯啊 那如果不購買怎麼辦 不購買 聽說他們這邊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每個禮拜四 他們會發車 帶著爺爺奶奶們到全聯 去 shopping 出遊的概念 真的 欸大哥這個一欄一欄的在幹嘛 他們就是這樣子 他們在賣水果 他們每兩天呢 那個水果店的老闆呢 就會把這些新鮮的水果啊 貼上售價標籤 然後早上然後就放在這個地方 那阿公阿嬤他們看到想吃水果的呢 反正人生也沒事嘛 對不對 住在陽浩村 所以每天就很多人來這邊逛 來採賣就對了 對啊看 然後看一看喜歡的 他就買一點回去吃 欸他這一間 這間是要幹嘛的啊 健康管理室 喔 這很重要對不對 對 比如說長輩有時候你有一些慢性處方簽的藥啊 好 然後或是你想要來這邊量量血壓啊 你身體有點不舒服 想要來諮詢一下 其實他這邊都有護理師 所以你就會覺得安心很多 嗯 我想要跟各位介紹一個喔 非常有趣的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這邊 這張椅子 那這張椅子它是幹嘛呢 猜到了嗎 他就是可以量體重喔 因為很多老人家喔 行動比較不方便 你要讓他站直直喔 怕比較會有危險的情況 所以他這個地方 你就只要坐下去 他就會開始來偵測 你看看像我現在 六十公斤 有看到嗎 除了顧照長輩們的健康 在養生村裡還有超多活動和課程 豐富程度絕對超出你的想像 這真的太厲害了 不過這個打這個麻將 就真的確實蠻有趣的 等一下它就五十塊 五十塊 等於二十五塊 住在這裡好開心喔 每天有很多活動可以做 真的喔 玩牌的玩牌 打麻將打麻將 交到很多好朋友 剛剛還有一個九十五歲的 虎一個九十二歲 而且是談笑之間虎牌 對 這個是薑還是老的辣 那我們這邊平常 這裡有樹苗客 所以您看看有些 阿公阿嬤他們就是在花樹苗 那當然也有那個什麼 陶逸 喜歡做什麼東西 也可以自己來做 所以那個退休的生活 其實真的不會無聊欸 欸卡妹 你看我們拍了那麼多的飯店 是 然後這一間喔 你有沒有覺得看似飯店 但是它其實它裡面很多的內涵 跟一般的飯店完全都不一樣 是很有小巧思的 特別為了長輩所設計的 首先我就發現喔 它的床 那麼發現它特別的矮 你看我的基幹在這裡 對 高度跟一般不太一樣 對啊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如果太高 我怕那個長輩有時候要下床 一個不小心就滾下來 或者是上床會比較不方便 它這個沙發 也是特別的矮 有沒有 所以這個老人家 坐下去或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對於腰部喔 真的是比較友善的 你看這個書桌 這個椅子也是特別的矮 一般我們坐下去 大概高度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它這個椅子 也是降低很多喔 剛剛工作人員告訴了我們 它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偵測器 就在這裡 卡未你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嗎 它會撒紅公司 它這個東西就是其實比如說 你如果住在這裡超過12個小時 一般來說 你都沒有動靜的話 它是可以偵測到的 然後就可以連接到剛剛的那個櫃台那邊 然後可能就有服務人員會先打電話 確認一下房間裡現在有沒有人 有沒有事情 如果沒有人接電話的話 我們就會趕快進來看看 它提供了你很多更安心的一些設備 比如說床頭啊或是廁所啊 它都有那個緊急的鈴你可以按 這對長輩來說也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房間 是15坪的一個房間 其實這樣住起來真的是很舒適 一進來你看這邊就是有一個廚房 因為像你說的 它其實流理台的高度也都是降低的 對啊 那在這裡它有一個安全的措施喔 如果你能出門了 它這個地方會自動斷電 所以相當不錯 你看它都提供了你看看 洗乾衣機丁箱 什麼都有 所以住在這裡就等於一個 非常舒適的一個套房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衛浴室 那像浴室呢 一般都是意外發生最多的地方 所以它的馬桶旁邊就有一個緊急鈴 浴缸旁邊這邊也有一個防水的緊急鈴 所以它的安全措施做得相當好 那你看像手把 或者是說你在上廁所想要起來 手把這邊都有 感覺真的相當不錯 這裡面最旗艦最 popular 最棒的 就是這個24坪的這個規劃 不是很搶手 目前已經沒有了 今天唯一最後的這一間其實已經簽約了 對 你看24坪的一個規劃 然後這邊你看它就有一個自己的客廳 真的就像家 非常溫馨 然後我們的旁邊呢 你看它就是一個小廚房 24坪呢 它這個房間它的格局 它都是在腳尖 所以它的整個採光 就會非常的好 非常的明亮 你看像這一邊 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窗戶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主落室 它也是有這個腳尖的這個窗戶 它這個窗戶這樣一開 哇塞 這個涼爽 尤其在這附近你看就是觀音山的這個地方 副腳尖真的很好 對啊 然後你看看超多的這個櫥櫃 它的這個收納空間 真的是完全可以讓你怎麼擺怎麼放耶 你看看這邊 它的收納空間也非常的足夠耶 真的是很舒服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總有兩間房間 那這一間稍微會小一些些 可是你在入住之前 你就可以選擇 就是你也可以選擇這邊放這樣單人窗 或者它現在是先把它設定為一個 書房的概念 嗯 它這邊也是有自己的衣櫥跟櫃子 那你看這個採光窗戶 真的都是相當的棒 所以它的機能很好 外面這邊還有一個鞋 櫃 你看這鞋櫃 夠你放了吧 這個放到真的都放不完 高度還可以自己來調整 所以這一間真的是很棒耶 那他們這個門喔 很好玩喔 如果你這樣開起來 你想把它定住呢 你只需要腳這麼輕輕的 有沒有 一踩 它就上鎖了 它就鎖住 就不用怕說 那個風吹或幹嘛 那如果你想要移動的話 腳輕輕一踩 就可以再移動了 所以你看它這個養生村 它許多的設計 都是讓那個老先生老太太啊 不用去彎腰 用腳就可以來控制 但是我們這家裡面的很多的這個設備 非常棒 來 肚子好餓喔 哇塞 你看看 天啊 豐盛的餐盒耶 對啊 而且它這個味道真的還滿香的耶 啊 這是小米粥 有飯有湯的小米粥 對啊 水果 對 這邊還有水果 我來吃吃看喔 你看看 又有魚又有肉 有一種以前在坐月子的感覺 真的嗎 我是沒坐過月子我不知道 我想來吃的 嗯 我覺得他們這邊喔 真的是養生村 所以他們 用的這個食鹽啊 他們的鹽巴 並不會用得太多喔 因為現代人喔 真的往往也都吃得太鹹了 嗯 那它裡面都狂自己現煮的 感覺真的是健康 而且你看喔 它這個小米粥喔 然後如果你想要糖 他們就是另外再準備一包糖 那如果說 像我們如果覺得不想吃太甜的 你就可以加一點點 甚至不加 所以你看它這個 飲食各方面喔 難怪住在這邊喔 一百多歲的一大堆 對 隨便碰到都九十幾 八十幾在這邊 算是阿妹啊阿弟啊 見膽都不行 對啊 如果習慣自己煮的長輩們 也不用擔心 淡水潤浮養生村 有賣菜車的進駐 每天都有不少長輩們 會來這裡採買 再帶回房間自己烹調 簡單又方便 直接上台了 說到網友來信 想知道486翻譯筆 能不能翻化學系專有名詞 一刀未解 我們現在來實測看看 可以耶 486翻譯筆內建350萬個詞彙 特殊的專有名詞和片語 也可以一掃即翻 讓你從幼稚園用到研究所 記得千萬不要買水貨 486翻譯筆是唯一繁體中文 沒有網路照樣能翻中英日 和四種語言 是你最佳的學習助手 趕快上486團GO 欸順媽我想請教你喔 你在這邊住多久啊 住了一年半這樣 那你這樣住的習慣嗎 越住越喜歡 譬如說我們年紀大了很少出門了 在家有時候很無聊啊 電視也看眼睛的花了 真的 那這邊上午下午每天都有活動 哇每天都有運動 帶領我們做各種運動 有的時候還有那種健康講座啊 有的時候還有那個什麼表演節目啊 所以每個人都很開心 哎呀媽妳在這邊住多久啦 6年 那您現在在這邊住了6年 應該也交了很多朋友吧 對 彈得來的玩得來的 我早上差不多5點左右我就起床了 我起床我要做早餐 稍微活動緊固啦 7點鐘就要準備去游泳了 我每天有500公尺 那這樣很好 那妳有沒有覺得什麼比較不方便的呢 沒有耶 通通好 通通都好 這是真心話 真的真的 像孩子啊 家裡面的人啊 家人 大概多久會來這邊看妳一下啊 還是妳們忽然就回家 哪個東西就回家 我不去打擾他們 啊 說不定妳在這個地方 反而還交到更多好朋友 對 互相照顧啦 對 這相當不錯 那今天的Ending呢 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現在時間是早上7點多 傑西卡卡妹 對 還在睡覺卡不起來 那今天來到淡水潤福喔 可以說顛覆我對於這個 養生村的一個觀念 但是其實也蠻符合我對養生村的一個期待 那我對他這個期待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 要有醫護對不對 那老人家嘛 就是最吃這個醫療這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要有很多的社團 他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呢 就是朋友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般我們住在家裡啊 孩子孫子大家都上學上課去了 就留下一個老人家 但是在這裡呢 你能夠跟許多 就是大家年紀都相仿 至少都80歲90歲或100歲 所以大家聊天啊 那個時代呢 其實都一樣喔 那你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 早上出來 像我早上6點多 我就發現他們交儀廳啊 已經有老人家喔 坐在那邊在聊天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啊 其實如果在這邊居住啊 講真的喔 也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說 而後我們還能夠知道 其他更多的養生村啊 這方面 我想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也可以帶大家來去開箱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你敢不得看 看我的心肝 為何在做天 你敢願為你